一 二 三 木頭人 超夯韓劇《魷魚遊戲》的 一二三木頭人也有台灣版了嗎 原來是北市府拍影片 而最大亮點不是市長柯文哲 而是他 辛苦了 還通告罪 議員游淑慧一席橘黃洋裝 雙馬尾裝扮比一比 還真的像極樂劇中的詭異娃娃 藍白合作再一裝 請市府推廣熊好卷 幫市政做一些行銷 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們除了罵以外 可以幫得上忙的也要幫 所以我就答應了 我到現場看到他的時候 我也覺得心裡有點怪怪的 也難免都會 因為平常在質詢上面 大家不要爭鋒相對 游淑遊戲巧妙融入市政 但近期第十輪AZ疫苗預約開跑 北市手握12萬劑名額 第一時間卻只開出7.2萬劑 被秒殺後才緊急加開3萬劑 議員痛批難道市府 也要跟市民玩 魷魚遊戲 市民要打一名還要先互打一頓 才可以的窘境 真的是問 柯文哲是在跟台北市民玩魷魚遊戲嗎 為什麼要讓市民有產生 所謂的生存恐懼感 就連民進黨前秘書長 羅文嘉也受害 連收發文好不容易連上線 卻發現全部額滿 只能趕快找新北市診所完成預約 說又加開3萬劑 我想說好吧 我就把台北新北市預約的取消 然後再跑到 跑到台北市預約 我發現還是額滿 最後我又再回到新北市 找另外一家診所再預約 就要把台北市民當作白癡一樣 我們希望把醫療院所的量能都開出來了 可是實際上預約的結果 大概有一段落差 很多的診所 結果預約到個位書 有一點挫折感 雖說有各種考量 但疫苗留一手 卻反造成市民不變 一種魷魚遊戲 藍綠各自表述 環宇新聞葉秉潔 料品君台北報導